大家好 欢迎来到表述坎事件 这个周末我会邀请洛杉矶盛旗律师事务所的福律师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无证移民如何规避被递解出境和驱逐的风险 欢迎大家到时候收看 我们计划是在礼拜六的晚上来录制这个视频 如果是第一次观看节目的朋友 或者是关注这个话题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表述坎事件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庇护州和庇护城市 因为的确有不少华人朋友 他们是经过走线进入美国的 目前的确有不少的担心 在美国呢有不少的庇护州和庇护城市 如果大家过于担心的话 不妨可以去这些城市生活和居住 所谓的庇护州和庇护城市呢 是指的这些地方官员 不论是州长还是地方的议会 通过发布行政令或者是立法 限制地方执法机构跟联邦移民机构和海关的执法局 合作以确保无证移民在这些地区的正常生活 减少无证移民对被驱逐的恐惧 鼓励他们参与当地社区的生活 我首先呢来介绍一下庇护州 截止呢2024年 加利福尼亚州 伊利诺伊州 新泽西州 纽约州 奥勒冈州 马赛诸萨州 和亚里桑那州 这些州相继的通过了一些法律或者是政策 来保护无证移民 那么我们首先讲讲加州 加州在2017年就通过了加利福尼亚价值法案 California Values Act 这个法案呢 就是限制了州和地方的执法机构 与联邦移民局的合作 我们伊利诺伊州呢 也是共和民主党这个州 在2017年呢 通过了信任法案 Trust Act 也是禁止州政府和地方的执法机构 在没有法院命令的情况下 拘留个人 一共移民当局使用 也就是说 你不能出去抓这个无证移民 把消息提供给移民局 那么新泽西州呢 在2018年也发布了类似的指令 限制州和地方行政执法机构呢 跟联邦移民局合作 纽约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庇护州 同样采取了一些措施 限制州和地方执法机构 与联邦移民局的信息分享 奥勒冈州也是民主党执政的州 它在1987年就通过了法律 禁止执法机构使用资源 来执行联邦移民法 那么我们通常所熟悉的马省 就是马赛诸塞州 我们通常称它为马省 马省呢 虽然没有正式的宣布为庇护州 但是呢 这个州的不少的城市 比如说建桥 波士顿 都采取了庇护的政策 限制地方执法机构跟联邦移民局合作 那么主要城市呢 包括旧金山在1989年就通过了庇护条例 禁止市政府协助联邦执法机构 直洛杉矶 洛杉矶警察局自1979年以来 一直遵循特别命令司令 限制警察新闻个人的移民身份 芝加哥呢 在1985年通过了庇护政策 禁止市政府雇员向联邦当局 提供移民身份的信息 纽约2014年通过了法律 限制市政府和联邦移民当局的合作 西雅图1987年通过了庇护政策 禁止市政府的部门和雇员 协助联邦执法 还有就是废城 废城在2014年的时候 就已经宣布成为庇护城市 限制市政府与联邦移民当局的合作 克罗拉多州的丹佛 2017年也通过了庇护政策 限制市政府跟联邦移民当局的合作 还有就是波士顿 波士顿是在2014年通过了类似的庇护政策 限制市政府相关部门和移民当局合作 最新的一个消息呢 就是应该是上个礼拜吧 亚利桑那州的州长 Kady Hobbs 他宣布州政府不会与这个执法局合作进行无证移民的驱逐 那么这个呢 可以说是亚利桑那州在移民政策上的重大改变 他主要是限制这个信息共享 限制居留合作 凡是移民局想找他合作的 他都不准 这是亚利桑那州的女州长最新的政策 所以这个就是美国主要的庇护州和庇护城市 基本上都是民主党执政的地方 那么一个最新的消息呢 那是来自于昨天奥克拉荷马州长宣布他会配合这个联邦政府驱逐无证移民 据说呢已经有不少的具有犯罪前科的移民关在奥克拉荷马州的监狱里 他们准备把它交给这个联邦政府 那也就是德克萨斯州的州长也是表示要把这无证移民驱逐出德州 他非常乐意提供大面积的土地配合联邦政府这个驱逐无证移民的计划 好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如果是礼拜六有空呢别忘了礼拜六的晚上来收看我们的移民法律专栏节目 咱们下次再见